今天我们所谈的爱的福事这个主题 就是按着圣经顺序在 约翰福音第13章 耶稣替门徒洗脚的历史记载 今天在各地的教会 有的时候教会也会说 我们要替门徒洗脚 或者有些父亲节母亲节 有的教会就说 请爸爸妈妈上来 儿子替爸爸妈妈洗脚 有没有听过这个话 我没有说这个形式不重要 但耶稣所表现的这一个形式 到底真实的意义是什么 是真的就是洗脚就解决了问题吗 是形式的意义还是什么意义呢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段 其实这一段所表现出来的 更主要的就是 我们到底怎么服侍人 我们到底怎么服侍人 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来源 生命的来源是基督的生命 第一章说这生命 基督的生命就是人的光 因此基督的光在我们里面 我们活出来的表现 就是彰显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 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话 他说 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我想这个应该是 整个基督信仰 要我们这些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 他自己说 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那三年半 他服侍了父神 他服侍犹太人 他服侍他的门徒 也服侍当时的外邦人 耶稣基督当时在地上 他为神而活 为犹太人而活 为他的门徒而活 甚至他为外邦人而活 因此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表现 其实是为人而活的生命 我们活着是为了服侍神 服侍人 如果我们懂得这一个信仰的内容之后 我可以跟各位讲 你活得真的很快乐 你活得真的结果会跑出快乐 这个很奇怪 我想透过这一段 我想让大家知道说 很多人说服侍神够辛苦了 服侍人呢 更辛苦 因为服侍神用口 用心就结束了 对吗 那服侍人呢 用口用心还不够嘛 而且服侍神随时随地啊 你在早上起来敬拜神 刚才唱诗敬拜神 唱诗累不累 不累啊 那你没有尽力唱啊 但是你就算唱累了 也没什么太累 对不对 可是我问你服侍人呢 服侍人呢 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 特别有意思 就是因为基督徒特别喜欢用嘴巴来服侍神 嘴巴来服侍人 可是耶稣其实是用动作 是用行为来服侍人 讲到服侍人对我们而言 如果被我们服侍的对象是我们的儿女 很容易 做牛做马都甘愿 如果服侍的对象是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父母 那有恩 有情 有义 所以服侍起来也没有太困难 如果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也说得过去 你要我今天服侍亨达不是太难 因为他对我也很好 所以我对他也很好 因为是朋友嘛 朋友嘛 可是如果指的是服侍我们不认识的人 那就有点困难 那如果服侍的对象是不喜欢我们的人 或者对不起我们的人 要我们服侍他们 那就几乎不可能 可是相较于耶稣 就在这一段 我们还没有念的这段经文里面 他在服侍犹大的时候 已经知道犹大会出卖他 他仍然服侍犹大到最后一天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怎么可能在有生之年 服侍人呢 这个是我们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 当你有一个问题 你没有想过 你并不觉得困难 你想过了就觉得它困难 你没有想过 你做出来是无心的 你有想过再做出来 才是有真实意义的 因此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盼望从这一段的经文 来看到爱跟服侍到底有什么关系 到底为什么要有爱 或者有爱又要怎么服侍 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 我读一节 你们读一节 字有点小 来考验一下你们有没有远事 第一节到第十五节 一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述的手巾擦干 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 耶稣说 你又不得洗我的脚 耶稣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分 西门彼得说 主啊 不但我的脚 连手和头也要洗 就是说 爱情过早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他们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 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又穿上衣服 又坐下 对他们说 我像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 你们说的不错 我本来是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 我像你们所做的去做 请问 在这段圣经 你们读的时候 你有看到耶稣最后 有洗犹大的脚吗 有耶 前面有提到嘛 对不对 耶稣心里面知道 谁要卖他 他还是洗了他的脚 从这段圣经 我们到底要来看什么 我归纳了几个重点 第一 爱是服侍有需要的人 爱是服侍有需要的人 在这边我们看到 耶稣服侍的对象是谁呢 在刚才那一段里面 我们立刻可以说出来 那就是服侍他的门徒 或许我们看到 耶稣是服侍他的门徒 服侍他在最亲近的人 但是虽然不能说错 可是我告诉各位 更准确地说 耶稣是服侍有需要的人 不是服侍他亲近的人而已 这里面有一个是 要卖他的人 是耶稣这一辈子 大概对他最不利的人 耶稣也服侍他了 但是如果我们精确地看 耶稣在这边是服侍有需要的人 如果我们对圣经熟悉 这十几个门徒 都是当时最需要的人 因为这是耶稣 跟他们在一起的 最后一个晚上 最后一个晚上 再过几个小时 耶稣就被罗马兵丁抓走了 不超过十五个小时 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对吗 所以当他们 在这一段时间过后 最多不超过六个小时 耶稣就被抓走了 所以这是个非常紧张的时刻 虽然他们自己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耶稣洗他们脚的 这一个被洗脚的对象 他马上会有危难 马上会有惊慌 马上会有挫折 灰心 然后他不知如何是好 因为耶稣被抓走之后 他们的概念就全部坏灭 他们的期望就全部失去了 他们有一个马上要面对的困难 就是他们马上会失去耶稣 他们不知道的 所以耶稣在最后一个晚上服侍他们 服侍这一群神所托付他的人 其实那个对象是 耶稣在服侍一群有需要的人 今天也是这样 我们到底服侍谁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服侍有需要的人 我们是服侍有需要的人 那有需要的人分两种 一种是客观有需要 一种是主观有需要 对吗 你知道客观有需要 是每一个人都有需要 客观有需要是每一个人都有需要 可是主观有需要 才是那个人愿意被服侍的可能性 如果他觉得他没需要 你再怎么努力 他不愿意被你服侍 因为他没有需要 他没有需要 那主观跟客观的需要 是很奇怪的事情 客观有需要 主观不一定需要 对吗 主观有需要 有的人客观根本就不需要 所以我们服侍谁呢 如果从客观上来讲 每一个人都有需要 从主观上来讲 我们不一定能够服侍得到他 因为他觉得他们有需要 其实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真正有需要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此耶稣在服侍的时候呢 他有几个 第一个 他知道他们有客观的需要 所以他就服侍他们 第二个 如果不是唤起他们主观的需要 他也没有办法服侍他们 对吗 他们实际上是有客观的需要 可是 他们到底有没有主观的需要呢 等一下我们会说 等一下我们会说 耶稣就唤起彼得需要被服侍 对吗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说 在讲下去之前 我先讲什么是服侍 当我们讲服侍的时候 服侍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服一位老太太过马路 这个叫做举手自劳 当我们讲服侍的时候 也不是你在超级市场结葬的时候 对收益员微笑说辛苦了 我因为常常过Security 就是那个安全检查 或者过海关 过海关的时候 你通常呼召给他 他做完了手续 你出去的时候 通常如果是台湾人 我注意到大部分都会跟 那个海关官员说谢谢 这样 因为很高兴你知道我过了 你知道吗 你会说谢谢 可是过Security的时候 很少人说谢谢 因为过Security 第一个你很紧张 第二个呢 他对你很不友善 因为他就是要抓漏 对不对 他就是要抓你 可是我后来就发现 你知道那Security 是大家最讨厌的对象 因为他有时候不是故意的 他也是职责所在 他就跟你说 你这瓶水不能带 你其实不是有心的 可是你还是不是很开心 对吗 我不是有心的 可是你何必呢 我这里面又没有装炸药 可是对他而言 他职责所在 他就对你百般的刁难 我后来知道之后 你从他的角度想一想 他其实 他其实他也是不得已 这是他的工作 所以我常常在过海关的时候 无论他叫我打开来给他看 或者是他让我过 我最后都会跟他说谢谢 或者他叫我们站在那边 有没有 他说啪啪这样子有没有 我出来的时候 我都跟他说谢谢 然后他叫我 有时候出去 有声音或者没声音 他叫你手举起来 他就全身把你摸一遍 对不对 那我还可以跟他说谢谢 你知道那些人都很开心 有时候他们就说谢谢的时候 他突然太多看着你 因为一天难得听到一次谢谢 当我们讲服饰的时候 也不是指的这些 这叫做日行一散 这叫做日行 我们讲服饰也不是这个 如果严格来讲 当我们在讲服饰的时候 也不是只是做招待 说欢迎光临 你今天穿得很漂亮 也不是这样 当我们讲服饰的时候 我们是讲我们要有计划 有效的帮助一个人 建立一个人 做一个长期的工作 或者重复的动作 做在一个或一群人身上 服饰人不应该只是一个点 服饰人是一条线 因此服饰人这件事情 是一个长期的 我们每一个人服饰的对象 都不一样 如果你是爸爸妈妈 我告诉你 你的儿女一定是你服饰的对象 如果你是配偶 对方一定是你服饰的对象 如果你的父母老了 他一定该是你的服饰的对象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 你属下一定是你服饰的对象 我现在讲基督徒的生命 应该不限于在教堂里面 我们的生命应该在外面 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服饰人呢 当我们讲服饰的时候 我们来看对方主观需要的问题 他觉得他有需要 因为如果他觉得他没有需要 其实你服饰他 他有时候反而更不高兴 对不对 你不用帮我 我没有要你帮忙 所以你是不是太假薄 你是不是太多事 你干嘛管我 所以当你要服饰一个对象的时候 你要唤起他的需要 否则很难 我们来读第六节到第十节 好不好 第六也是我先念好了好不好 第六节哀悼西门彼得 彼得对他说 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份了 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从耶稣跟彼得的对话当中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彼得有一个需要 他需要跟耶稣有份 他需要在未来的几个小时当中 他觉得耶稣没有撇弃他 他需要有 他有一个需要 就是当他在十女面前三次否认耶稣的时候 彼得有一个需要 就是他会觉得 刚才洗过脚了 所以我现在虽然拒绝他 耶稣可能还要我 这是他未来几个小时的需要 你知道 当耶稣替他们洗脚的时候 等一下我会讲洗脚 你知道那是很大的shock 那是很大的震惊 耶稣提他们的脚 耶稣洗完脚之后 你知道你是从一个很大的刺激当中出来 然后下一个刺激就是 耶稣被抓走了 然后再下一个刺激对彼得而言 就是他竟然照着耶稣所说的 他三次否认他了 所以这些冲击连在一起的时候 会带给人思想上很大的混乱 跟刺激 他会把他接起来 然后在几个小时之内 他可能都没办法平复 然后他就会想说 耶稣洗我的脚 耶稣说我会背弃他 我说我不会 结果我真的背弃他了 耶稣真的被抓走了 你听得懂吗 这些东西在他里面就产生交互的作用 所以他很可能一线希望说 耶稣没有丢弃我 或他不会丢弃我 可是如果耶稣没有洗他们的脚 就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当我拒绝承认 我跟耶稣有关系的时候 我一定会认为 耶稣跟我也没关系了 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对耶稣而言 他是 我这样讲 好像有点技术性 不过我必须说 耶稣有设计过 耶稣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有想过 我现在如果没有坐在你身上 等一下发生的事情 你受不了 我先坐在你身上 等一下发生的事情 我可以抵消 或者我还可以留 还有credit在你那边 这是耶稣神做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此当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要服侍人的时候 我们要唤起他的需要 他如果没有需要 你一直叫他来教会 你一直叫他来教会 他觉得你好烦 但是你怎么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那当然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是比较需要做的事情 当耶稣让彼得有强烈的意愿的时候 他才乖乖那边 坐在那边让他洗脚 是不是 不然他怎么会乖乖坐在那边 让他洗脚呢 因为主人不能洗仆人的脚 师父不能洗门徒的脚 这个当时是很清楚的 所以耶稣做了一件事情 让彼得愿意被他洗脚 所以你就知道 耶稣的心思是很深的 那因此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 不要白目白目的 因为有时候你说的话 就是没有帮助到对方 反而把他推远了 其实我在传福音的事上 我不太逼人 你知道为什么不太逼人吗 因为时候没到 你做什么也没有用 我很怕一种人 跟着别人说 你是个罪人 我很怕 因为这个罪人这个词是 它有各种的定义 在每一个人的里面 对吗 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 就很怕人家 穿那个衣服白的 写我是罪人 后面写耶稣是救主 那种我好怕 因为你造成的困扰 比你收到的利益还多 因为你是要帮他 可是你是害他 所以有的时候 我看来有人在传福音的时候 那种咄咄逼人的 我是觉得 他主观没有需要的时候 就算他客观有需要 也没用 对吗 你怎么逼一个 觉得自己没有病的人 看病呢 你怎么逼一个 有这个需要吃忧郁症的药 或者是什么什么药的人 他不相信他自己有病的呢 他不相信他自己有病 他怎么会吃药呢 我前几天 我拉肚子拉了三个多礼拜 后来我去看了Brian Brian就跟我说 李哥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这么久都没有来 你现在来 这个可能拖了很长的时间 我就跟他说 我除了拉肚子之外 我没有任何的现象 你没发烧吗 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拉肚子 拉肚子是什么关系 我不是很好吗 太胖了 拉一拉也好 这叫做 我没有主观上的需要 虽然我客观上有需要 你听得懂吗 你没有办法逼一个 没有主观上需要的人 去做一件事情 后来他跟我说 他就一直听我的肚子 听完就跟我说 你的肠胃都没有蠕动 你一天之内 只能吃白吐司或面包 跟水 喝一点运动饮料 我真的很乖 我真的很乖 那天面对满汉全席 泰山崩于前 我没再怕的 因为我需要吃药 你听得懂吗 因为我有主观的需要 就是我需要吃药 我只能喝白开水跟白面包 包括Brian 我好了 我乖乖吃了三天的药 我一颗都没有 辣掉 我没有 我乖乖的 因为我主观上有需要了 我现在就好了 当你有主观上的需要的时候 你才会接受 因此当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 我恳请 毕教会的弟兄姐妹 不要 接受另外的人告诉你说 要怎样用力的传福音 我希望你有智慧的传福音 最主要是你要体会对方有需要 而且让对方感觉他有需要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这件事情 我已经讲到这边就差不多了 因为戏法人人会变 巧妙各有不同 对吗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这个戏法 我只是告诉你说 每一个人看到每一个对象的时候 你要想到他的需要 以及如何让他知道他有需要 而不是我要强制的把这个 要塞在你的嘴巴里面 因为我也有认识精神科的医师 精神科的医师有时候会说 他就不相信他有 所以就叫他太太把磨成粉 你知道吗 加在菜里面 这是你的 然后吃吃吃给他吃进去 或者加在什么里面 饮料里面给他喝进去 因为他没有 没有感觉有需要 但他却有需要 那你说这样不是骗他吗 但是你没办法 因为你无法换起他的需要感 可是在这个 我们的信仰里面 一定要他感觉有需要 他有办法的 否则你是没有办法的 好 第二我们要来看 爱的服饰需要付代价 为什么我们说服饰当中要有爱呢 因为如果做一件事情 不含着爱 我们不称为服饰 在圣经当中 服饰是有很深的含义 因为当你在服饰人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 我讲 大部分的时间 会超过我们所该做的 大部分的情况 会需要我们从内心去做 因此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 你就看得到他用心用力付代价 服饰通常不是顺手做 服饰都是特别做 服饰都是特别做 在耶稣的服饰门徒的事上 我们看到的是他持续做 他不断地做 而且在最后一天 他就做了这件事情 做了什么事呢 我们来读第四节 读第五节 预备 请 就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 拿一条手巾 竖腰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 就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述的手巾擦干 记得这个画面 我们从这边看一件事情 就耶稣那天做什么事呢 他做仆人做的事情 或许我们今天不太明白 洗脚的意义 我们就做洗脚的动作 你知道不明白洗脚的意义 以及没有回到当时的那个情境 我们做一个洗脚的动作 就落于形式 为什么 因为当时洗脚 是因为中东地区 飞杀走食是很正常的 当时人都穿草鞋 不像我们今天都穿球鞋跟皮鞋 今天我们看到巴勒斯坦人或犹太人 在中东还穿连身的衣服 把脸蒙起来 因为沙石太多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们到人家家里的时候 是要脱鞋的 不然你把沙子都带进去 对吗 他们脱鞋的时候有个麻烦 我请问你 走在路上 在沙石的脚 你的脚会不会有沙子 拍得掉吗 就粘在上面嘛 对不对 而且脚会流汗 对不对 那你怎么弄呢 所以你要进到你家的时候 他们家的仆人 就会帮你洗脚 他们在门口一直帮你洗 因为要把沙子都洗掉 容易不容易 去海滩玩过没有 洗掉容易吗 不容易嘛 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他要把它拍掉 要洗掉 要洗干净 还要用毛巾擦干 不然的话就还是脏的嘛 听得懂吗 那今天我们洗脚的时候呢 我坐在那边 这个 洪昌说要帮我洗脚 我脱下来 我的脚是干净的 可能是臭的 但是是干净的 你听得懂吗 可能有味道 可是它没有沙子在上面 轻轻一洗就好了嘛 至于味道本来也可能洗不掉 如果我有香港脚 但是这样的动作 跟那些仆人洗的动作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边讲那个 耶稣是离席站起来 脱了衣服 那为什么要脱衣服呢 为什么脱衣服呢 绣六块鸡 对吗 没有 因为等一下会满身大汗 他拿一条手巾 竖腰 然后把水倒在盆里 洗门徒的脚 并用自己所述的手巾擦干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想想看 洗一个人脚大概几分钟 三四分钟最起码吧 对不对 你把它洗干净 因为脚脏嘛 洗干净 然后用手巾擦干 我们都 你们在我们这里上厕所 或者你在外面 洗手的时候 如果不是用手巾 是用那个纸有没有 擦手巾纸 撕两三张 拿两三张 一直擦 干了没有 没有 再擦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所以事实上 要把一个东西擦干净 是不容易的 耶稣这样做 你就四分钟好了 你乘以十二个 也要五十分钟 也要五分钟 一个小时是很合理的 而且一个小时 是很尴尬的一个小时 对吗 耶稣是蹲着 可能跪着 给他们洗脚 他们也很不适应 耶稣也很辛苦 你知道这是很辛苦的 一件事情 今天很多人说 他要服侍人 尤其我们看到 电视上的名义代表说 我们是服务选民 政府机关的人 说他服务百姓 到底什么是服侍 到底什么是服侍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 在传播媒体上 摆了一个服侍的样子 你真的相信啊 那我现在不是在批评他们 我现在是在说 我们服侍人 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我们怎么服侍 我们彼此服侍 我们怎么服侍 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 耶稣付出了什么代价呢 第一个体力上 在尽心竭力 他要服侍他们 他要服侍他们 他尽心竭力 我不是否定说 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意义 或者说我们随手做 没有意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有的时候 我们服侍的时候 会到这个地步 你要做体力上 付出竭尽心力的代价 但是这个还是最简单的 第二就是心情上 不求别人了解 爱的服侍 在心情上 要付一个代价 就是不求别人了解 不求别人了解 我们来看 六七八九十 再来念六七八九十 爱到西门彼得 彼得对他说 主啊 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 你如今不知道 后来必明白 彼得说 你永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 我若不洗 你就与我无分了 西门彼得说 主啊 不但我的脚 连我的手和头 也要洗 耶稣说 反正洗过澡的 只要把脚一洗 全身就干净了 你们是干净的 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这是耶稣跟彼得 洗脚的一个对话的过程 然后请你们念 十二节十三节 预备 请 服事要付什么代价呢 就是心情上付不求别人了解的代价 我们服事人 我们付出了体力 付出了时间 我们总希望别人了解 我们总希望别人接纳 我们总希望别人鼓励我们 我付出了 别人知道吗 肯心来弹琴了 我们谢谢他吗 我现在不是讲你 我是讲他的心情 假如没有人谢谢他 他走的时候说 我来服事又没有人谢谢我 会不会这样 我现在没有在讲他 只是因为我知道 我这样讲他 他不会生气 我是在讲你 如果你服事 没有人了解你 你做得怎么样 我有时候在想 我们教会有些事情是 做了没有人会知道的 错了每一个人都会发现的 就是收奉献的人 他们每个礼拜 都要在里面点奉献 然后做记录 然后就公布 然后就有人一直打电话进去说 我的奉献收到了没有 到了年底更是 每一个人都要查自己奉献的数字 对不对 因为他要处理的事情 然后你知道这些人 你很少跟他说谢谢 因为他们在里面算钱的时候 算的又不是自己的钱 你听得懂吗 算的钱 记在帐上面 是教会在用的 他们做的事情 没人知道 所以心情上 你要怎么样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能够平衡呢 我告诉各位 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心情上的代价 说我这是做给主的 不是做给人的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代价 你就会 没有这种心情上的代价 你很难服事 如果我们去服事 不被了解 不被接纳 不被鼓励 甚至还被责备 我们做得下去吗 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你服事人 如果你服事人 你希望他有良好的回应 你才可以继续服事下去 那你很难有好的服事 你要人谢谢你 你要人感激你 说我做得很好 别人有没有谢谢我 如果你要他这样 你才做得下去 你很难有好的服事 那你如果打定心意说 我不要求别人了解 我就愿意这样做 那你才能够服事下去 因为服事 它不是一个点的事情 服事它是一条线 点的服事很容易受到鼓励 点的服事很容易受到接纳 可是线的服事就很难 我相信 我们在当中 有很多有儿女的对不对 你弄饭给儿女吃 吃了十年 他有一次说谢谢吗 那你呢 他还觉得你管太多了呢 我吃少你也对我不高兴 我吃多你也对我有意见 那我是吃多还吃少呢 那是他的想法嘛 对不对 可是你呢 你更苦对不对 我吃是为你好 你今天不要吃太多 是为你的 今天的肠胃不好 今天要你多吃一点 是因为你身体不好 那吃药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但是你觉得你的儿女会了解你吗 不会 我告诉你不要说你的儿女不了解我 我在全球服事这么多的传道人 他们不了解我的 但因为他们都是牧师 所以我有时候讲话对他们 服事了很多年之后 我有时候问他们 问这个话 我是因为 因为我服事他 不是我要他感激我而已 而是他要像我一样服事别人的时候 他要能够学会这个功课 所以有时候我问他们 我问他们 对 有的牧师年纪都比我还大 我问他说 你觉得你比较爱我 还我比较爱你 我挑战他们 你觉得我比较爱你 还你比较爱我 他们一定打不出来 他们很敬重我 但他们不一定爱我 可是我是爱他 我如果不爱他 我不会这样服事他的 我自己找钱 我自己设计 我自己做所有的事情 我又没有拿好处 我为什么要做下去 那如果不是爱我怎么可能呢 如果不是爱你怎么可能呢 因此心情上 如果要求别人了解 你才做得下去 那你这不叫服事 那个叫对价 就是我服事你 为了你称赞我 对不对 我服事你 为了你感恩我 他不是 不是 所以要付心情上的代价 心情上 不付代价 我们很难服事 这个是付代价 所以在体力上要付代价 在心情上要付代价 第三 要付什么代价呢 要付时间上的代价 就是你要坚持到底 要坚持到底 我想服事最容易让我们想起来 就是父母对儿女 是最标准的服事 时间上的代价 到底要几年啊 六岁的时候懂不懂啊 不懂对不对 十二岁就懂了吗 更糟糕 进到teenager了 十八岁就好了吗 翅膀都还没硬就要飞了 对不对 那二十几岁呢 拜拜 再也不回头了 所以你如果要怎么样 才能够觉得把孩子服事得好呢 你就在有时间上 付一个持续到底的代价 我来读第一节第二节 你们读十一节 第一节第二节 一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吃晚饭的时候 魔鬼已将卖耶稣的心里 放在西门的儿子 加略人犹大心里 我们来看耶稣跟犹大的关系 这边说到耶稣服侍他的门徒多久呢 三年多的时间 这些年间他忧心的多 他开心的少 他服侍他们多 他们感激他少 爱的服侍需要一个时间的代价 这里说耶稣知道 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 到底 耶稣服侍加略人犹大到最后一天 到最后一天 我们也应该一样 有人不谅解我 去解释吗 看状况 经验告诉我 大部分不必去 因为越解释 就越苗 越黑 我跟各位讲 如果只是做事情 如果服侍只是做事情 那不太苦 可能那个事情难做 但不苦 因为事情顶多做不好 做不成 可是服侍是服侍人 当我们讲服侍的时候 如果你一直把重点放在是 那就不难 服侍是服侍人 如果你要坐在人身上 那不仅难 有时候是苦 有的时候你爱他 又想服侍他 他不见得感激 甚至不高兴 他还给你脸色看 你为他好 他还批评你 不谅解你 不接受你 那就很苦 那就很苦 因此 做敬拜团的leader 做敬拜团的带领的人 如果只是带敬拜 那一点也不困难吗 因为你本来就爱唱 你本来就会唱 你本来不爱唱又不会唱 你干嘛做领会啊 你听得懂吗 那你上来只是表现 你上来只是高兴而已啊 可是做领会不是这样啊 因为又要协调说 你唱小声一点 你的声音太大 麦克风都关不住你 你唱小声一点 那个人马上 把一个脸色给你看 鼓敲得不够好 没有啦 我们这个是敲得很好的 我是假设他敲得不够好 你到底服侍他 不服侍他 如果只是就事论 那很简单嘛 把鼓敲好 问题是他会受伤啊 你怎么把事情弄好 因为如果你服侍只是事情 其实并不太难 可是如果服侍是 弄到人 就很难 就很难 因此你要付上时间的代价 你想服侍他 他不见得感激 你觉得你要付上时间的代价 当你要付上时间代价的时候 觉得时间很长 好慢 我相信我们当中 有青少年儿女的家长 都能够了解这件事情 青少年你很难定归他 你只能建议他 然后还要说 只是参考而已 对不对 你把意见给他参考 他拿来装饰 你听得懂吗 你们没听懂 他们说南部的交通号制灯 不是参考用 是装饰用 他不是拿来参考 他是拿来装饰的 所以你根本看不见 耶稣在这边提到 爱他们到底的服侍 都还出了一个犹大 但圣经说 耶稣仍然爱他到底 过程中 耶稣几次提醒他 暗示他 他终究还是把耶稣卖了 但耶稣其实 预先已经知道结果 他仍然不改其志地爱他 如果我们要有一个爱的服侍 时间是一个考验 时间是一个考验 那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如果别人都不谅解你 不接纳你 那你就一直做 一直做 你能做到什么时候呢 爱的服侍 是一个很漫长的服侍 别人不一定谅解你 但你愿不愿服侍下去 虽然我们常常讲 但我还是要讲 像金城大哥这样 从头一天到今天 都在服侍我们 他是看着我们 渐渐隆起的肚子 对不对 心里暗暗的忧伤 可是怎么劝你 你都不肯来 然后呢 然后劝你 有时候讲你两句 你也不高兴 对不对 可是他要付上漫长的代价 那这样 我们的弟兄姐妹 说不定身体会慢慢的好起来 那这是一个服侍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对价 那就很辛苦 对价就是不一定要给我钱 至少也要给我个微笑吧 对吗 那当然我倒过来也说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当别人在服侍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多鼓励别人 多给别人一点 这个感谢 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 这样倒过来也是一个服侍 可是我们在服侍的人 你不要有这么多的期望 因为你有这么多的期望 你就很难 你有一天会灰心的 所以最后还有一个 就是在心智上 是不求见到结果 不求见到结果 如果你不是 如果你想要见到结果的服侍 那你的服侍会很吃力 我们来读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 对他们说 我像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今天我们服侍 很希望有结果 那当然好 昨天我不是在这边上课吗 在这边上课 一整天 上完了以后 我们大家又分组去吃饭 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一片空白 然后我就睡觉 你知道这样睡不下去的 听说你们很多人 晚上也没有睡好 对不对 冲击太大 不知如何是好 这样 有人告诉我 见了面就跟我说 李长老 我们昨天晚上真的没睡好 好几个都睡不好 我说真的 他说因为我们想到这些事情 就睡不着 这样子 那我也睡不好 我也睡不好 我昨天讲的那些东西 我是不期望见到结果 因为我如果期望见到结果的话 我就不教了 我就不教了 因为那个是很难有结果的 我只希望你为你 你对你自己好一点 Be nice to yourself 对你自己好 我是为你好教你这些东西 你要对你自己好 一定要做一个 将来老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个 人见人爱的老人 听得懂吗 不要做一个 人见人厌的老人 然后你们年轻人 改起来容易 我们老的人改起来不容易 你趁着年轻就赶快 预备做老人 你说我还很年轻 你放心 我也曾经年轻过 但现在就已经老了 等你老了就来不及了 所以当你在服事的时候 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很希望见到结果 但事实上 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看到果效 但你心智上 如果没有抱着 这个不求见到结果的心 你服事会很辛苦 服事最容易做的 最容易做的 是服事自己的孩子 服事自己的孩子 可是我问你 什么时候你可以见到 你服事有果效呢 你看看这些父母的脸 我在上面看你们的脸 觉得很好笑 就是我说 因为你们很多的孩子 我都知道嘛 知道他的状况 或知道他这个人 你什么时候你觉得 你的孩子会说 爸妈真的谢谢你 原来你这么爱我 最快的时间 应该是他自己生了孩子 带了孩子以后 他才会有感觉 最快 有人说一辈子都没有的 可是为什么做父母都愿意呢 因为我告诉你 因为你有爱 因为你有爱 你如果没有爱 你做不到这件事情 其实养孩子或带孩子 到他会感激距离太远了 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学习 就是在爱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你用在你的服事上面 你就很甘愿 因为我是很年轻 就开始服事神 服事人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问我 我真的告诉你是很苦 很苦 有时候一遍两遍 明示暗示 做给他看 他都不会 有时候 你知道吗 不是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我是为你好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可是你这样的服事 你见不到结果的 你见不到结果 我的意思是说 见不到结果 我们到底要不要做呢 耶稣后来 不是帮他们洗脚了吗 已经洗脚了 到最后一天了 耶稣被抓的时候 门徒都怎么样 都跑了 彼得也跑了 对不对 洗到最后 彼得也跑了 彼得也跑了 三次不认他 耶稣在持架上的时候 剩下的人真的不多 有被记录的 就是一个彼得 约翰 其他都跑掉了 我不知道 耶稣 有什么 感觉 我不知道耶稣 有什么感觉 但如果我们服事 是因为爱 而不是希望 见到结果 会好一点 耶稣 复活之后 还有一个 连他复活都不相信的 所有的门徒 都说他复活了 他也不相信的多 你觉得呢 你觉得耶稣 要怎么样的 安慰自己 说 你知道真正门徒 好起来 是耶稣 升天以后 圣灵再来 如果我是耶稣 我就觉得说 圣灵占到便宜 对吗 对不对 我坐了半死 我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我死了 我复活了 你们 你们只是觉得 复活好棒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升天了 然后圣灵来 门徒才好 所以耶稣 他一辈子在地上 都没有见到结果 可怜啊 不 这是个榜样 这是个榜样 我劝我们当中 做父母的 做所有服事的 你都立定心志 不求见到结果 那这样如果见到结果 就是什么 赚到了吗 赚到了吗 第三 爱 使我们用仆人的心态来服事 爱使我们用仆人的心态来服事 来 我们来念三到五节 换你们先好不好 第三节请 耶稣知道 就离析起来 脱了衣服 拿一条手巾 竖腰 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服事 最让人感动 我说感动 的是 他用仆人的心态来服事 他用仆人的心态来服事 因为当时洗脚是仆人的工作 仆人的工作 其实服事的本质就是这样 服事这两个词 是下对上才叫做服事 我服事你 所以我是在下 你是在上 是替对方做 让对方省事 让对方省时 让对方省力 才叫做服事 那台湾现在有不少家庭 有飞庸跟应庸 对不对 他们做很多的事 请他来 主人只有一个目的 就让我们家里更方便 让我们家里更舒适 如果你找一个用人来 他不仅不能解决家里的问题 还增加麻烦 很多人说我何必呢 我何必请用人呢 何必请用人呢 有一次我到菲律宾去讲到 很多年前很多年前 我到菲律宾去讲到 有一次被接待到一个 老华侨的家里面 那老华侨已经蛮老了 一对夫妻 他们都已经数大分支了 所以儿女都已经出去了 好几个孩子都很有成就 他们都分出去了 可是那个家还是非常的大 家里还剩下五个用人 五个用人是少的 因为他们以前孩子多的时候 都是很多用人 剩下五个用人 可能两个司机而已 两老 那天我带他进去 他就跟我讲话 他就跟我讲说 我就看到家里很多用人 我说家里还住几个人 他说没有了 都出去了 剩下两个人 那我就跟他说 我就发觉 那个主人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那用人就做什么 可是呢 这个主人跟我讲一句话 他告诉我说 现在的用人不比以往 他们只有说一动 做一动 没说到 没看到 他们都不做 他说我们老了 也没办法 事事都管 你看这就是一个主人的感觉 他的仆人是这样子的 其实仆人的心态 应该是怎么样的心态呢 是服事主人的心态 为主人分劳解忧的心态 第一世纪的犹太人 罗马人 他们的仆人 甚至是没有名字的 或者主人给他取一个名字 叫你什么 你就是什么 所以他们其实是为主人而活的 主耶稣在那个时代 选择用洗脚来表达他的服事 他不只是做一个样子 也不是我们今天意义的洗脚 他其实那个洗脚的意思就是 我蹲下来帮你洗脚 他是用仆人的心态 主耶稣用仆人的心态 你知道我们 耶稣是他的名字对不对 前面加一个主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是主 我们是仆人 可是当耶稣在服事人的时候 主耶稣在做仆人的服事 因此我们在做所有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服事人的时候 我们到底抱怎么样的心态 到底抱怎么样的心态 我们在服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我是高高的在上 然后我施舍 我强势 这跟服事的 这个字意的本质就不合 教会也是如此 当我们说我们服事人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存什么心态 你知道我很怕 有的人传福音的时候 他是抱这种心态 就是我有福音的 你没有福音 你需要福音 我可以给你福音 我可以跟你介绍耶稣 你听得懂吗 这个还是施舍的概念 对 你会说 我是传扬福音 但是传扬福音 也有心态的问题 因此我很盼望 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服事别人的时候 你要想到 我是仆人 我们做长老的是仆人 不是长得老 是生命老练 要服事人 不是要求人 是服事人 如果我们教会弟兄姐妹 都用这种心态 来面对我们今年的目标 我们今年的目标 是希望一个人带领 一个人能够在我们教会 或许他已经在别的教会 但是他已经不再聚会了 他已经流离失所了 或许是以前我们所认识的一个人 他曾经信耶稣 但他现在没有在教会里面 或许有一个人是你的亲人 你可以带他来信耶稣 我们希望一年以后 就是在一年之内 你带领一个人稳定的来我们教会 我告诉你 你需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态 就是你要服事他 不是要告诉他说 我这里有福音 你一定要跟我来 因为你需要 你这样没有用仆人的心态 仆人的心态是要成全他 是要满足他 是要帮助他 是要让他觉得他有需要 所以你要用服事的心态 因为如果你用服事的心态 将来他信耶稣基督说 他就会有服事的心态 如果你现在是用强制的心态 当然他也可能信耶稣 是神的恩典 那将来他也跟你一样 所以你怎么样服事 就带出怎么样的人 最后爱的服事 是出于榜样的学习和生命的传承 榜样的学习 爱的服事是出于榜样的学习 生命的传承 在这边 主耶稣说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耶稣在最后才说这件事情 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所以爱的服事是出于榜样的学习 那我们很奇怪的事情是 耶稣没有先说 我要给你们洗脚了 这是榜样 看我做榜样 然后才洗脚 他是先洗了脚以后 他才说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为什么耶稣不先说再做 而是先做了再说 你知道 这个从教育的理论来说 已经发现了 这个理论了 那就是人的学习 从听的学的少 从看的学的多 人的学习从听的学的少 从看的学的多 先听后看学的少 先看后听学的多 有听懂吗 人的学习是很奇怪的 你先教 他听懂了 你再叫他看 他看的时候不专心 因为他觉得他懂了 可是如果你让他先看的时候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你一讲那个理论 懂了 所以先听后看学的少 先看后听学的多 因此榜样非常重要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不是出于榜样的学习 对方很难学到 很难学到 我自己在带这些牧师 带这些牧者的时候 我都不跟他们讲理论的 我都不跟他们讲理论 为什么讲理论 他们理论哪个不懂啊 所以他们很奇怪 一件事情是 每次吃饭的时候 我都要自己去排椅子 排桌子 然后我跟他们说 中午十二点半吃饭 我就自己十二点下去 我就把桌子排好 椅子排好 筷子排好 你说有些童工都下来说 张老 这个我们来做就好 我说没有 没有 我就做 我为什么这样做 不是我故意要做榜样 不是 我也相信 耶稣内内给他们洗脚 不是为了要做榜样 而是他真的愿意这样做 我告诉你 我真的愿意 帮他们排桌子 排筷子 为什么 当我在做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真的在爱他们 我希望他们做的时候 你们有些人跟我吃饭吃过了 如果是在我家吃饭的话 我一定自己排桌子 排椅子 排筷子 并不是必须 而是我喜欢 因为当我在排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高兴 很高兴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这样做以后 你知道结果是什么 看到的人都知道这样 我这样做 所以你知道后来那些 自己开小组的牧者 都跟我一样 我不需要教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 本来就是这样 就是服侍别人 就是你要坐在最前面 如果我们当中 你 你的父母是标准的父母 你的父母是模范的夫妻 他的观念 进到你的脑海中 有一天你结了婚 你自然就是这样 比如说 我讲我自己的例子 我父亲非常爱我母亲 非常爱我母亲 那我以为所有的丈夫 都这样爱妻子的 我以为 那我父亲对我们 没有打骂 我以为 因为你从小生下来 一直到十几岁 很难到人家家里 看到别人的父母 对吗 所以你就以为 所有的做父母都这样 所以等到我长大以后 我看到别人的父母 不是这样 别人的夫妻不是这样 可是我一结婚以后 我又变成我爸爸了 就是我爸爸怎么做 我就以为这样是对的 因为那个东西 已经进来了 因此榜样的学习 非常的重要 那我跟秋华这样 我真的很高兴 我真的很高兴 虽然有的时候 也是有一点点 失落 因为我从小教我们的儿女 当你们结婚以后 夫妻就是第一 父母退到第二 当你又生了孩子之后 夫妻是第一 儿女是第二 父母是第三 结果我们两个孩子 都真的做到了 做得好 结果我们就很伤心 对吗 从第一变成第二 你知道吗 从第二退到第三 可是也改不过来了 想扭也扭不过来了 说给我们排第二好吗 这叫做榜样 这叫榜样 真的 真的就是榜样 我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都是用这种仆人的心来服事 然后你榜样 然后每一个人进来 就会变成一样 因此最前面的那一群 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给各位讲的这件事情 我盼望我们都知道 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些同工 我知道洪昌 我知道光州 我知道顺治跟不用讲 亨达 他们都是默默的做 我知道我们的敬拜团 很好的传承 都是以身作则 那就是榜样 但光有榜样的学习还不够 他还要生命的传承 因为愿意服事人 愿意服事有需要的人 第一 第二 愿意付上体力的代价 时间的代价 心智的代价 见不到结果的代价 第二 第三 要用仆人心态来服事 不是我们这个人本身会做的事情 你做不到 你想做榜样也做不到 这个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 这个只有生命在里面的时候 这生命是人的光 它就会照亮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请各位 一定要读圣经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加入群体读经 宣读圣经里面 你一定要找两三个人 找两三个人 因为这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你累的时候我不累 我想偷懒你不偷懒 那我们就会走在一起 因为这样神的话是要进到我们里面 那光才会在里面 所以我们不能只有信一次耶稣 我们要天天借着神的话 来让我们的生命成长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只有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才能够流露出生命 是神所赐生命的表现 不只是榜样的学习而已 榜样的学习是外面的 生命的传承是内里的 所以有外有里 那这样慢慢教会 就成为一个服侍人的教会了 盼望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用爱来服侍人 来帮助别人 让他进到我们教会来 跟我们同享生命的好处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 因为这样子的生命 不是人所能有的生命 虽然我们很努力的 想付代价 虽然我们很努力的 想做榜样 虽然我们很努力的 想摆上 主啊但是 求你的生命 更多的在我们里面 求你自己帮助我们 听我们祷告 谢谢主 我们仰望你 我们现在就要分散 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生命当中能够有成长和学习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